将来的状况又怎么样 旧的人呢 对这些 寺 礼 因果 都能够彻底 明了而为我们详细的 说明 世尊这一生呢 从事于 教学 四十九年 他每一天 跟大家 讲经说法了 二十 我们在今天上读到的 二十啊 古印度的二十 古印度将 一昼夜来 区分为六个时辰 白天是 这个 昼三十 夜晚是夜三十 所以是六个时辰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时间单位 是用西方的 称为小时 他把一天 就一周夜了 分为二十四个时辰 所以我们称他做小时 那么我们知道啊 印度的一时 就是现在的四小时 市增每一天 讲经啊 二时 就是现在的八小时啊 这个我们听了之后啊 是非常的惊讶 每一天工作八小时 四十九年不休息 在全世界 任何国家民族啊 去找啊 恐怕都找不到 像释迦牟尼佛 这样一个敬业 积极工作的人 师尊 一身教导我们 内容 就是 人生 为我们说明 人生的真相 第二呢 给我们说明 我们生活环境的真相 环境 从我们 日常生活当中 穿衣吃饭 到整个 宇宙 大环境 都说到 第三个 为我们说明 天地 鬼神 的真相 天地 鬼神 现代科学家所说的 不同 从我一次空间 经教里面 都说得很清楚 很精辟 我们不学 不知道 学了以后 再听听 现代科学家所说 有一部分 被科学家发现 我们非常信息 科学 给世尊呢 所说的 做了证明 祝佛 菩萨 都肯定 宇宙 刹土 众生 乃是 唯心 所信 唯事 所变 金刚经上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大般若经 总结 就是 一切法 无所有 鼻尽空 不可得 彻底 称之为 佛徒 称为 菩萨 称为 圣人 迷而 不觉的人呢 再称之为 凡夫 凡夫与佛 没有两样 只是 借迷 不同 而已 所以 凡夫 觉悟了 就成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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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真正觉悟的人 一定会生起 大慈悲心 也就是 无条件的 爱心 为什么会生起来呢 因为 这个大爱 慈悲 是我们 本性里面 本来具足的 绝无聊 就是明心见心 所以 自性里面的 智慧 德能 自自然然 会现前 因此 他们 必定是 先觉 觉后觉 帮助 没有觉悟的众生 希望他们 赶快觉悟 赶快的 都能够 像他一样的 了解 宇宙人生的 真相 世间 真相 确实 很难明了 很不容易理解 你比如说 佛菩萨告诉我 世间苦落 是假的 不是真的 事出世间 只有救个谜 救无聊的人啊 他能够 他能够把苦 变成落 不觉悟的人啊 落就变成苦 你比如 做过往 做这些 这个大臣 大副长者 他要不觉啊 他这一生 过得很辛苦 他真正觉悟了 你看 世间 摄加勃尼佛 每天出去 特波 三一一波 这种好像 我们看到 很辛苦的生活 那他非常快乐 确实 我们这个人间呢 没有一个人 能跟他相比 他是人间 最快乐的人 所以他告诉我们 苦落 是假的 不是真的 是随着你那个 驾迷 产生变化 所以 驾了才有真落 迷了才真苦 感谢您的